特斯拉VS比亚迪最新请资 2023年4月7日星期五 依在销量上特斯拉正在缩小于比亚迪的差距 如果包括有争议的混合动力车 2022年特斯拉销售了131万辆 比亚迪销售了187万辆 比亚迪的销量中大约一半是混合动力车 两个公司销量相差56万辆 今年前三个月 特斯拉降价的效果开始显现 特斯拉销量42.2万辆 比亚迪55.2万辆相差13万辆 假设这种速度保持下去 2023年特斯拉与比亚迪的销量只会相差52万辆 虽然比亚迪今年的目标是300万辆 而特斯拉今年的目标是190万辆 但是特斯拉降价的效果好像更为明显 二据特斯拉微博4月3日消息 特斯拉宣布推出充电新品赛博充 一机两用可加充可携带 据特斯拉官网介绍 该新品可随时再加充电 就像为手机充电一样 只需在晚上把您的 特斯拉车辆接上电源 一日清晨醒来便可满电出发 特斯拉该型充电窗为中国市场量身打造 重量为13千克 产品以保护外箱和充电设备一体化 满足客户对安全 经济 美观 耐用的需求 三据报道 特斯拉宣布向特斯拉员工推出 FSD Beta V11.3.4 特斯拉致力于完善其FSD技术 并不断更新和改进 通过使用车队学习 用户反馈和严格测试 来使自动驾驶更接近现实 随着不断扩大其FSD Beta测试队伍 特斯拉收集关键数据 以进一步增强功能 并解决应对先前版本面临的挑战 FSD Beta V11.3.4更新 基于V11.3.3的功能和改进 其中包括错误修复 新的驾驶可视化 以及用于自动驾驶系统脱离的 免提反馈的语音驾驶笔记功能 此次更新最重要的是 软件的高速公路功能 在技术方面 克斯拉合并了愿景和规划规战 并完全移除高速公路堆栈 这一改进 集成了特斯拉著名的 多摄像头视频网络系统 和下一代规划器 允许更复杂的交互 减少对突击车道的依赖 并引入了车辆行为的整体改进 特斯拉FSD高速公路改进 还改善了车辆在宽车道上的定位 重大转弯时的操控性 以及车辆在切入场景中的定位 为了进一步提高安全性 特斯拉发布了两项新功能 第一个功能 解决了特斯拉 FSD软件的召回问题 极大的增强了车辆 在十字路口的行为 特别是有黄灯 闪烁黄灯或红灯 以及远离高速公路的十字路口 第二项功能 解决了FSD的用户错误问题 如果发现存在滥用该系统 特斯拉将可以暂停 FSD的使用 斯特斯拉在欧洲主要市场 德国独炸凹头 比亚迪等中国同行需要努力 三月份德国市场汽车销量 数据显示 特斯拉三个月合计交付超两万辆 而未来刚过一百辆 比亚迪仅六十四辆 差距十分明显 不过可以庆幸的是 比亚迪在东南亚的销量 几乎碾压对手们 6月6日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 就更好发挥税收职能作用 更优服务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举行发布会 国家税务总局总会计师 罗天书在会上表示 税务部门下一步 将继续在四个方面做好工作 其中包括进一步落实 支持新能源汽车等 新兴产业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 最近 王川福也在大声疾呼 希望国家在税收政策方面 继续扶持新能源汽车行业的发展 7 本月6日 2023款比亚迪12正式上市 共推出两款车型配置 其中舒适型售价10.28万元 豪华型售价10.98万元 购车政策方面 4月30日前 订购该车型的用户 可享受包括两年零期 全息两年免费车机流量 5GB月 三电系统终身保修等多重全意大利 8 本月6日消息 比亚迪宣布将于4月10日 发布云连系统 这项技术全称为 云连智能车身控制系统 车身控制系统一直以来 都是高端豪华品牌的独占配置 比如我们熟悉的 奔驰有摩坦系统 奥迪有智能稳资系统 路虎有全地形反馈系统 比亚迪推出自己的车身控制系统 看来准备向高端进军 据传 这套云连车身控制系统 未来将会在仰望 腾市 F品牌 以及比亚迪王朝部分车型上搭载 谢谢大家阅读 支持 订阅 再见 再见